聽了很多朋友大家好,歡迎回來我們最後一段 第六段,台南是誰,留一段時間的節目 我是台南東東主席留一段 好,今天要說這個,也不想問誰人 你們要聽清楚,我是這麼有事實說給大家聽 至於說這是什麼片 這實在,你怎麼自己去討論 就說,你錢自己要交給他的人 人家說那裡也有部分的事實 台灣到現在的法理上 就不是中華民國的 競敢也不是中國的 所以他的主張是將來要回到美國的一支也不算不對 既然要回去,我們就不需要出現在主流派的民進黨 選那些立委、總統,不甘我屁事 也不需要去什麼主張台灣獨立 因為台灣既然美國的一支你們這些獨派 什麼台南黨,也說這也說 所以他們現在比另外一支都統派 就是要比美國的一支 統到美國去 說到這裡,他們跟大家聽說 就說一支每年兩支都一直拿出來 三百萬、兩百萬、一百萬 拿到一支,有錢有錢 沒有乖,後來沒有交錢 兩年要交一次,會費費呢 交丟費呢 不交,不交這樣後來換別人 他還想一次 我真是很抱歉用這個騙者怪感來形容這個 有時候有的人,你如果很像你了解 其實你並不會被騙 有的人就... 人家說這個就好像有利 我們當中還有存檔佈 說實際上,花三、五百萬 不是什麼,對我來說 不是什麼花了不起 我就花了 買一個名字 不然就在這門牌上面 卻想說 沒有酒的酒店 台南在裡面 自己騙自己 我講到這 我是無意 無意 無意說 直接誰是騙主 因為 說實際上 也有人這樣說 結婚喔 結婚,如果成功 這個人就是開國元祖 還是國父啦 不然就是開國元祖 不然就是 唐太宗 唐高祖 這種 如果不成功你就騙主啊 成者為王,拜者為王 其實 這個人家的人也可以這樣說 一無聲公而已 不是說我們的理想不對啊 只不過你們現在 你這麼傻人 選舉 選舉有什麼小路用 那蔡英文就做總統了 那國會 五十七就過了 你過到六十七 政黨票 多少三四百萬票 全面執政 國民黨也差不太少 也是說什麼 不能結識中國 有啦 國民黨比較不一樣 無聲音就好 如果說什麼都差不多啊 那時候不是一樣 不如來習慣 這個說法 也有人會聽下去 所以 你說 到底是不是騙 你自己去砍 但是我現在要說一下 我要回到 聽到 因為我 我說的 其實可能有 對林志生 對林志生 這個人 他才是這座人 不以為的人 我也不敢說 他是 詐騙集團 我不至於說到這樣 但是我現在要說一個 很大的概念 其實 聽到朋友 你不管你現在 有的人 畫靠好 畫了 搞不清楚 又有可能 就說 畫台獨 台獨萬歲 我有說過 沒有特別強調 台獨 這兩個 很簡單 他們這是邏輯的問題 你現在 要不是一個 獨立的國家 你不就 成人 中國說 你是他的一部分 你是他的一生 所以 把你收回去 全世界的人 都不應該反對啊 台灣人 也說自己還沒有獨立啊 所以他現在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台南黨會說的是 贊名 折騙 新國家 注意聽喔 不是直接喊 因為我們是一個國家 還是一個 國民黨 共和民國 大來的 隔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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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經過 教育人民 人民 經過折騙的運動 然後削起來 折騙 這個人不先 我們比新國家之後 我們主人就是一個 正常的獨立國家 現在是一個 不正常的獨立國家 來講聽到有人 好 這個方法 其實他背後 建設了一個 動力 什麼動力 其實 大家也知道 現在台灣不可以 真的做正常獨立的國 就是 中國在哪裡 中國就是 一隻妖魔鬼怪 你就是 古早 白人把他去尾 去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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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大尾 去尾 去尾 吃白人 這就是妖怪 魔鬼 我們台灣 你如果有 很多人 你看 你站在 上帝這邊 什麼叫上帝 跟魔鬼 對空就是上帝 你消毒魔鬼 魔鬼 以大欺小 霸凌 霸凌台灣 就是魔鬼 台灣人 你如果有相信上帝 或是你有良心 你真的有 混亂的意思 說實際 你只靠美國 也沒有 美國沒有 經濟 他的利益 目前他可能會比較騙台灣 這邊 我告訴你 這是憲法 憲法 一直在看 就是這樣 萬不利有一天 美國慢慢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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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路 的人才有法支持台灣 要去建國 變成 我們這條路 會走很多 痛苦 甚至 去給你 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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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發生 你要堅持到底 這才是當地 你不是去跟別人說 沒有 我們總之台灣民政有多少人 一百萬人 一百萬人做補錠 要多少做補錠 這實際上 你不能說 他的理論是完全錯誤 我告訴你 是怎麼老一輩子 聽下去 因為他們的經驗 因為民資生講得好像是對的 台灣就不是什麼 中華民國 美國 民軍叫中華民國 現在怎麼比中華民國 他們聽下去 是這個原因 我們年輕人要知道 你來農區 真的要支持台灣獨立 也不是 現在不用管 還有一種是 現在執政他就沒辦法 古早發到大小小 這個 我今天 立小平 在海報王 北区海報王 去請客 我看到 我算是我的師兄 他還不成年 他不成年 他是我孫子 他死了 他還沒記 因為 社長領選 台北市議員是他 他是我去找社長領的 第一個助理 他以前在那裡 我就還沒進去 他當然會想 我才會說 他還記我一回 48年歲 他現在不大承認 他說他當中 他是法務主義 他做他律師的工作 他沒有插政筋 他現在還沒插政筋 不管了 他現在做民進黨的主席 我聽到他唱一首歌 很感慨 他從古早 我們台灣議事開始在抓的時候 是好 回家都把那裡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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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筋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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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改歌手 精筋一條 那條 那條 獨牌的聲音 叫做 獨立這條 現在 做主席也會唱獨立這條 為什麼獨立這條 獨立這條 很難走 我也要走 這個意思 說實在 現在什麼你怕獨立這條 現在就執政了 現在就說 不可以說了啦 當好證明不可以簽啦 你簽啥小 那是喜樂道 不可以去 那是爭小的 這個共議會想起 其實 理想一定改變了 很多人 我不是說到全部 這個 這個 支持台灣 我們的政筋 不要還給別人外來 統治什麼統治 我們要比一個國家 這個觀念 這個不用去說 我都要靠美國 或是要靠美國一支 或是你要給我 三百萬五百萬 或是說 我都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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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做法律 我都要做台獨 整天在插小聲 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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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不用說 其實我跟大家說一個 真正的 愛台灣 要讓台灣 一百年後 五十年後 兩百年後 變成一個獨立的 新國獨立的國家 他 他裡面 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如果你看到星際大戰 你就會聽到我說什麼 那個東西 我怎麼有可能 但是那個東西 用在善良的 對抗共犯 它就是最有利的武器 叫做原力 原力 它是一個原本的 我們就不會讓這個阿爸的中國來通知 我要做一個 真正的一個國家 要出現 這個館台 你說一些 變一些有的沒有的 台灣是哪裡的一種 你原本是日本的土地 三小 講資工 你講三小 你有沒有真的要為這個土地奉獻出來 那要奉獻 那錢也不是問題 我也要去管你的錢 拿錢給你 我就拿錢 大家想辦法 好 怎麼對 聽我 今天講我重點是 後面這段在講 我並不去平平說 民政府是好的不好的 他再過來看 好像有點像詐騙集團 但是 是不是要給手法去處理 這一定也沒興趣 好 今天時間給大家看一看 在收看 拜拜 拜拜